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立就是河北 那么在咸丰二年的时候呢 他是大概只有15岁 咸丰二年只有15岁 他就中了香氏的第一名 香氏第一名是什么 谢元 所以张谢元他就进英赶考了 他进英赶考那年是26岁 高中 碳化 所以他是读书读得最好的 我前面讲过了四大名城之中 唯一没有进士的 没有考上进士的是左宗棠 后来因为军功 慈禧赏他一个进士 而李鸿章和曾国藩都是考上的进士 应该说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进士不好考 进士比现在这个博士难考多了 那所以呢 这个据说他的文章特别好 而西太后很喜欢他的文章 破格提拔受汉宁院修编 汉宁院修编是 等于是这个科学院院士这样一个 社科院院士的这样一个身份 等于今天啊 举个例子 而像前面的几位都是汉宁院术杰氏 他是直接是修编 所以他先后历任内阁学士 三西巡抚梁广总督 胡广总督和两江总督 但是有些这个只是给他一个名声 没有上任 军机大臣 等职官制体人格大学士 因为他的年纪是最轻了 也就是在最后几年 张之中实际上是清廷的宰相 就接替李鸿章了 那么张之中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位这个开放的人 在洋务运动时期 他其实是一名清流派的人物 那么什么叫清流派啊 就是保守派 既不参加洋务派 也不参加顽固派 顽固派主要是满族的大臣 所以这帮不支持满族大臣 守旧的又不支持 他看起来是冒进的 就是像曾国藩 左中堂和李鸿章一样 去怎么样 去做洋务的这帮汉族大臣 他也不支持 他是吃不关己 高高挂喜 所以就有一个清流派 那但是呢 后来呢 他就转向了 他也发现学习西方很有好处的 所以在洋务运动的后期 他也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 他对洋务运动最主要的贡献 就是八个字的纲领 这个纲领我说出来大家都知道 这个纲领也影响了此后一百多年 华夏人学习西方的高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为什么 你听一下 看我说有没有道理 这就是我经常提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就是张之仲提出来 可以说后来整个很多的东西 都是这句话延伸出来的 包括后面的维新 再包括后面的驱逐大陆恢复中华 学这个美国的三民主义和武权宪法 再到后来共产运动 共产革命 再到后面 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 连共产主义 他也要搞一个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那么还有呢 现在的六四党 海外民主党搞到什么 重返儒家三大文明精华 所以就连民主化 也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所以张之洞 应该是对后世影响 非常大的一个人 这个我在后面再评价 另外呢 他注重于教育和治安 他也主导了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因为大清 最后也是警察国家专制嘛 那么他呢 还有一些贡献是有的 比如说他废除了旧式教育 提倡近代教育 这个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么他呢 因为是洋务大臣 最后他办了一些著名的洋务企业 汉阳铁厂 大野铁矿 湖北枪炮厂 这些后面就有了 这个汉阳灶 听过吧 好 那么光绪34年 是1908年11月 他被受命为顾病大臣 为什么 因为这年 是光绪的最后一年 同年11月 慈禧跟光绪 同一天 隔一天去世 那么有青史研究的人认为 光绪是被慈禧下毒毒死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光绪是个年轻人 你慈禧70岁老太太去世 病死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年轻人正直壮年 怎么会突然去世呢 而且我们也知道 光绪和慈禧不合 所以慈禧在自己 快要断气的 这个弥留之际 把光绪给堵死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但是呢 他只做了一年的顾名大臣 而且他碰上了一个 王步不化的摄政王 谁呀 我们知道是吧 宰峰 宰峰还有弟弟宰套 弟兄几个 玩用大权 结果把秦王靠给玩死了 这有故事 那么宰峰是什么人 为什么摄政王 因为宰峰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 就是末诞皇帝 夫一 就是这个是 因为他是储君的父亲 所以他被 任命为摄政王 是这个原因 好 那么他的整个的人生经历 人生悦力 前面呢 我就觉得主要就是 我前面提到过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 他不是才开始就支持洋务运动的 但是因为他后来 确实是大权在握 他也是一个能够看到跟国外差距的人 尤其是看到了英国 德国对他的支持 他成为洋务派后期的领袖 办了很多的知名企业 他主要办的重工业 铁厂啊 煤矿啊 冰工厂啊 这些 而且还修建了卢罕铁路 所以呢 这个 他在这个湖北 是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大 那么他而且还 这个这个 办了著名的书院 像两湖书院 那么其中有个故事 就是光绪 19年 1893年 奏请光绪帝办自强学堂 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前生 1894年 代理梁江总督 这个时候他就要求 用这个 国外的教官来训练 湖北的新军 就他带来的 那1895年呢 他跟袁世凯 跟徐时昌 这两个人 大家有没有听过 袁世凯是 都知道啊 那个后来的百洋大臣 再后来称帝 称自己是红仙帝 徐时昌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了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袁世凯手下有三个大员 三个大臣被称为百洋龙虎狗 戎就是徐时昌 说明他在袁世凯中的地位非常高 虎就是断其内 而狗就是封国张 明白了吧 好 谢谢 那么所以呢 这三个人都支持这个强学会 强学会是谁办的 康有为两起操啊 他们干什么办这个 变法 是吧 所以张之中才开始是支持变法的 那么张之中送去的银子 不知道一千两还是两千两 反正李鸿章去送两千两 李鸿章送两千两 恰好是李鸿章刚刚签完马带条约回来 各位都明白了吧 上全弩国 汉奸 康有为就说 我不搜你的银子 你这个卖国 你这个汉奸 李鸿章哈哈哈哈一笑 就知道这个家伙不忍诚实了 为什么 李鸿章何学龄也 是吧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 第一大臣 一直到1901年去世 他始终是清廷最重要的人 老外都不找别人谈的 我只跟你总统谈 无论是谈军事还是谈条约 只跟你总统谈 但是这个强学会的这个康有为两起操 居然把李鸿章 举之门外 李游你是汉奸 这个我们讲 康有为两起操的时候在讲 好 张之洞 当时 其实也不是那么引人注目 这个 康有为把他的银子给收下 哎呀张大人 太客气 太客气 进来坐坐喝杯茶 说明这个张之洞 还是受到了这个违禁派的重视 好 后面呢 他又办了一些学堂 比如江南路师学堂 在 呃武昌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他把湖北新军 旧军改成湖北新军 就是创办了著名的湖北武备学堂 你知道这个武备学堂后面培养了很多武昌起义的新军 就是这个学堂里出来的 所以这个学堂是张之洞建立的啊 这个对近代史印象是比较大的 1898年 光绪24年张之洞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片 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武 旧学就是中学 新学就国外来的西学 以维护中法中国的传统钢厂伦理 就是中法专制 恐求的人理 奴家的人理 与戊须变法的激进组长保持距离 戊须变法之后 张之洞已先写了这篇劝学片 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你看他跟维新派已经划清界限了 所以他没有受到牵连 张之洞又做了一件坏事 他在武昌 在他是湖广总督 杀了两千多名跟维新派有关的学分 应该是学生 他的学生 知识分子 他为了避免自己受牵连 他居然借用了两千多名举人 大部分是举人的人头 这就是他干的事情 后面1900年 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 跟李鸿章等人 搞了一个叫东南治 东南治保 你们这个慈禧不是相信义和团吗 其实张之洞跟李鸿章都知道 义和团不会是刀枪不露的 袁世凯不是很简单吗 找一个大师兄过来 是吧 你不是说你刀枪不露吗 你要不要给我试试 袁世凯叫两个新兵 拿了两把德国罩毛色酒吧 你看还爽 啪击一下一枪打两个 对不对 穿尿了 那个毛色步枪近距离打人 一枪人打五个都有可能 他那个子弹出唐速度都是 每秒钟几百米 你知道一战的毛色步枪 到现在还能用 你可想德国制造的兵器 是多么的厉害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的基本上前半部分 1901年 1900年 就是慈禧跟义和团搞了 张之洞高高挂起 因为那个他是湖广总督 那个谁 李鸿章是梁广总督 都跑到南边去了 你们北边闹马 然后李鸿章来插屁股签了这个 新手条约 签完之后新手条约 李鸿章就去世了 这个时候 清廷呢就 没人用了 是吧 李鸿章去世了 所以用谁 张之洞 基本上张之洞就是后面八年的 清朝的最主要的文官 他跟李鸿章不一样 李鸿章是打过仗 张之洞基本上没打仗 就是文官 而这个时候的北洋大臣武官给谁做 袁世凯 各位 听我这个 他把李鸿章原来的最终的两个职务 一分为二 文的部分给了张之洞 武的部分给了袁世凯 所以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 为什么最有实力 因为清军中最厉害 最打仗最厉害 最猛的 百洋六镇 什么叫镇 镇就是 湿 就是湿 那么这一个湿大概是 德国的枕边湿 大概是一万五千到两万人 所以六镇就是十二万人 这个十二万人 他不是不能光看人数 还要看他怎么样 他的战斗力 看他的装备 是吧 德卸装备 所以这支军力是当时 华夏最人大的军队 因为有了这支军队 袁世凯才可以跟孙文谈判 你临时大通通做不了了 该给我做了 有枪就是草头王 好 这边打住 讲的比较多了 再来谈张志动 所以呢 1903年 他重新修订了奏定学堂章程 开始为全国的近代教育改革 开路 并且请日本教官训练湖白兴军 其实张志动训练湖白兴军 是有目的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想 因为他知道清政府 时间不长 但是从他去世之前的 所说的话和他的举动看 他没有想去反叛清政府 他是想于中道地的 待会我们再说 他之后呢 又进京去 进京去都办京师学堂 再创三江司法学堂 三江司法学堂就是南京大学 1903年 光绪29年 再回武昌 再任胡光总督 1905年9月2日 主要的几个人 直立总督袁世凯 白兴大臣 胡光总督张志动 奏请停止科举 推广兴士学堂 兴士学堂 就是后面很多大学的前身 这个呢 就是著名的 这个天朝历史上 一件大事 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停止 各位还记得 科举是什么时候 推行的 是隋文帝的开皇九年 公元 597年 到现在 1905年 1300多年 就是这个科举 在天朝终于画上了句号 好像结束了是吧 但现在这个学生考试 是不是还是科举啊 公务员考试是不是还科举啊 还是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社会的体制没变 你光变教育是没有用的 他的专制文化内核没有变 还有他的价值系统没有变 你光把那个物件变得没用 他每个人还是大成的产名 好 后面呢 张志动又办了很多的铁路 所以张志动还是一个在洋务后期还是大刀阔斧的人 先后修建的约翰铁路 就今天的京广县的栏部分 京广县不是京广高铁啊 就是从武汉 从汉阳到广州 后来呢 又开始跟英国借这个一百万两银子来修建自来水 又办了电报局 川汉越汉铁路局 那么最后呢 他还打了孙文一下 就是孙文不是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新中会吗 对吧 那么张志动要求留在日本的留学生 不要被革命党人声闻煽动 所以他立马发电报给其他几个省的巡护 四川荷兰山东贵州等都府 让他们停止给留学生资助 我培养的人最后来反我 其实这个是个大趋势 也没有太多办法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摇摇欲坠中 张志动继续在补漏 这边出事他去搞 那边起义他去搞 反正就是革命党起义 张志动在不停的去 给这个大清帝国的这个庞大身躯去 东补补西补补 天天补补又撑了几年 好 这个时间的转折呢 到1908年 1908年 他被慈禧任命为太子太保 太子太保 这个在华夏历史上 就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叫什么 脱孤大臣 各位明白 一般的太子太保 都是追封的 不会再次封的 再次封只有一个 先帝要去世了 对吧 诸葛亮 刘燦 相父 这个意思 所以慈禧把光绪先 割屁了 把他给做掉之后 慈禧 临终之前封他为太子太保 同时清点大阿哥为父仪 既然大阿哥为父仪 那么他的父亲 宰峰就当了摄政王 宰峰拿到权力之后 第一件事就把那些 有权力的汉族大臣 大权收过来 安插自己的人 所以宰峰这个人是家宿士 就是清廷的家宿士 就跟今天的某大帝一样 是共产中国的家宿士 当时清廷的家宿士 就是宰峰 宰峰想去杀袁世凯 你说袁世凯人给他杀吗 你说袁世凯手上有兵权 宰峰真的想杀 还杀不了 但是张之农劝 宰峰不要杀袁世凯 你如果真的杀袁世凯 袁世凯就烦了 你可能命运没到 袁世凯就烦了 你现在不杀他 他还不会反 其实袁世凯他 在应该反的时候没反 在不应该成帝的时候成帝 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后面的故事呢 就是一九零九年最著名的脱姑的故事 张之农又撑了一年 他身体也不行 他要老了七多岁 这一年他在北京 自己家白米鞋街的御所里面 并重 并重的时候呢 宰峰去看他 看他的时候呢 有一个著名的对话 我不知道真的假 宰峰就说了 那个中唐大人啊 你要去世该怎么办呢 当时张之农跟采峰讲 你一定要开听 听各个省的直一局的意见 要怎么样 立宪 要均种立宪 你要改革 而且你不能把自己的兄弟 他的两个弟弟 一个宰巡 一个宰套 当时才二十岁不到 你怎么可以把他们来当总督 当直立总督 你把袁世凯吓掉了 让宰巡当 你这不叫任人为亲吗 全国各个大员 怎么可能服呢 而且现在骑御军革命党人 烟波四起 你怎么可以服众呢 宰峰当面顶了他 关你屁事 然后张之农又说 现在这个事情吃到这么多 国外外有强敌 内有内乱 因为有革命党 到处在搞暗杀 外强敌 猎强 是吧 唯有变法才能保达清 江山 不刀 不难的话 真的危险 宰峰讲了一句 五个字 千古流禅 听过吧 好 说给你听 不怕 有兵在 这个故事各位应该听过了 后来 张 在风走了 张之农 仰天长难 吐了一口血 大清 唯以 去世了 这个话应该是 国运 敬以 没了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去世 享年七十二岁 慈禧也不在了 但是呢 宰峰还算可以给他加风 追风一个叫 文湘 二等文湘 一等文湘 是谁啊 是左宗棠 所以他也是文湘 左宗棠也是文湘 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 左宗棠跟策子王之间对话 使我们想起来 我写过推 就是 好像是去年 李瑞 百岁老人 李瑞去世 最后跟习包子上书 劝他改革 就跟这个有点像 我写过推 对比李瑞和张智东 有人还说呢 是吧 李瑞跟张智东是不同的人 其实是一样的人 这个呢 就是著名的 脱孤的故事 那张智东身后呢 可以说也是挺倒霉的 因为他的坟在 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出来 当时尸体还没有全部腐烂 尸骨被吊起来 放在树上 放在树上几个月 然后被掉在地上 被野骨啃死 最后呢 骨头全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就是红卫兵甲的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要对他进行评价 首先呢 就是网上的评价呢 基本上 我觉得都不满意 为什么 角度不一样 是吧 基本上都是好的评价 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四个人之中 他是唯一没有太多的这个杀人记录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 他做的最多的一次就是 跟维新派切割 杀了湖北的两千多个 不是举人啊 两千多个读书人 就是想搞这个 民运就跟我们现在这个 异议人士一样 想要变法的这个 逆宪派 杀了两千多个 割裂跟那个维新派 保自己 那么他 却在另外一个程度上 被认为是 清朝灭亡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他创办了湖北兴军 这个叫扯淡的 他创办湖北兴军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 湖北兴军后来 会因为两个炸弹 突然的爆炸 然后打响了武昌起义 我跟大家讲 就连革命党人 一个都没想到 武昌会起义成功 他们一直在南方起义 一直在广州汇州起义 怎么可能想到 在武昌会起义成功 所以这个叫扯淡 马后跑 这叫知人历史学 它的特色 用结果来推倒原因 这个是讲不通的 还有他搞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搞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是大清变的强壮 对吧 所以这个目的 我们看 你说对民族有什么帮助 那我想问问大家一句 我问清楚了 你一定要听明白 这个民族指的是满族 还是汉族 你告诉我 满族 那大清是满族的江山 你搞洋务运动 强壮大清 跟你汉族有个屁事 所以请你大汉族 民族主 不要乐得太过分 张志荣跟你没关系 好 所以后面的再好的评价 我觉得也是他始终 是在大清做事 他是大清的忠臣 有这个身份 在看 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晚清有一个人说 他是没有什么水平 这个人是相当有水平的人 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郑孝旭 郑孝旭你可能没听过 但他说的话你可得听过 可以说200年以内最有名的预言家 就是郑孝旭了 他说的话是 大清亡于共和 共和亡于共产 共产亡于共管 我可以说他是200年以内最牛的预言家 你说牛不牛 好 过了 咱们不看这个 他跟袁世凯的关系也非常的有趣 袁世凯因为他在了 始终不敢去 太张扬 他一旦去世了 袁世凯就谁都不怕了 一文一物嘛 好 那我的评价呢 跟网上的评价不一样 我的评价基本上 没有太好的评价 第一 张执栋也是杀人狂 那很简单的道理嘛 你为了跟维新切割 你杀了湖北的2000多个学生 你这个事情干得出来的 好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张执栋 包括晚清其他三大名臣 他们其实都是 不叫四大名臣 应该叫四大名奴 为什么 因为你别忘了 华一之变 清朝是他满足借你的朝代 清朝是满足的家天下 爱卿觉罗的大家 跟你汉人有什么关系 跟你姓张的 姓曾的 姓李的 姓左的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所以这个四大名臣 其实不是四大名臣 是四大家奴 四大名奴 这个才对 同意我的观点吧 好 你别跟我说 没有华一之变 华一之变是汉人最重要的东西 跟今天 你把维吾尔族人灭族 把回族人灭族 把蒙古族灭族 为什么 华一之变 非我族里齐心必义 这你自己说了 你的华一之变 现在也有双重标准 在清朝的时候就不能用了 现在可以用 因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好歹是汉人 你不扯淡吗你 好 这第二点 第三个 按照儒家的传统的道德原则 道统 以上四位 我综合评价 四大名城 都是卖主求隆 主是谁 汉主 卑躬屈膝的 对吧 走狗 来换取什么 龙华富贵 为了吃人血馒头 他们让汉族韭菜割容 不就这个道理吗 好 第三 第四 按照中国传统 天朝传统 历史上的中间格局 张之洞应该跟谁放在一起 你别以为跟岳辉 文天祥放在一起 你想多了 你也跟谁放在一起 以上四位 包括张之洞 应该跟秦惠 红尘筹 汪精卫 这样的人放在一起 属于一个流派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汉奸 你理解了没有 好 那有这个前提 我们就不然得出 第四个 按照传统的中法人 你君臣关系来讲 也有一大问题 以上四位都是 孝宗慈禧太后的 他们名义上是 孝宗大秦 慈禧是孝宗慈禧 孝宗一个旅人 有没有皇帝 有皇帝 因为慈禧 始终不是皇帝 他不是武则天 他今晚掌握实权 有光绪 有同志 有宣统没有 他说光绪跟同志 还有咸丰三朝 你应该效忠皇上 你不应该效忠一个老太婆 你应该到皇上扶正 把老太婆赶跑 你们才应该 卢家的正统才对 对吧 用他们自己的奴棍 自己的话 这叫以名不正 言不顺 叫成和体统 你怎么没说呢 你们还不乖乖的跪在太后面前 等着想打碗碗头吃 所以这就是四大名棍的逼格 四大名奴的逼格 就这点东西 好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 对四大名称 所以这个奴棍的世界观 就这么奇妙 怎么讲都有理 正在讲也有理 反正讲也有理 不是因为他们懂得辩认和逻辑 而是因为他们掌握权力 手上有权力 掌握文字欲和话语权 如果韭菜们长期处于灭酒族 临时处始的威胁之下 他们当然就什么不敢讲了 当然就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别说提意见 大家早就吓得麻木不仁了 所以才有后面的所谓的晚清四大名称 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用革命党的观点 满清是达鲁 那么他们是达鲁的四大名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讲 维兴派的两位颅棍 康有为和梁启草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这个很少看到 我前面的这家邻居修屋里 工程比较大 开的是工程车和吊车 这修一下比较贵 人工费啊 材料费啊 还有这些车 都是挺贵的 他来了好多车 这辆车运材料的 这辆车也是运材料的 还有个吊车 所以是一个团队 他比较专业 他今天可能把屋顶全部 不是修屋顶 是装太阳人 装太阳人面板 上面装太阳人面板 全部用吊子吊上去 这样的话 他可以室内发电 怪不到他这么多人 工程比较大 但是也是修屋顶 防肉 荷兰语太多了 所以住洋屋啊 这个受洋气 我住的是公寓 四层楼 我是三楼 所以 而且又在中间 所以就没有这个肉鱼的问题 因为这边 确实是荷兰语太多了 像这种屋顶都要 过几年就要保守 不然墙体胜水 好了拍到这里